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歌曲总会有一种听女生演唱的感觉 周深独特的声线 清澈又饱满 唱出了缠绵的情意 又极富穿透力 歌词当中静默的字句 在他的演绎之下 仿佛被注入到了生机 有了故事的画面 曼妙的歌声 声声入耳 让人念念不忘 慢慢的周深温暖空灵的天籁嗓音 渐渐出现在了影视剧当中 有了荡气回肠的回声 情感丰富的浓情淡如你 细腻真挚的不说话 还有古风唯美的梅香如故 这几天周深又化身古风少年 一周之内推出了三首 带着古风气息的歌曲 花西子 代言美妆品牌花西子的周深 演绎同名歌曲花西子 方文山底下疆俏的歌词 意境优美 在多种的古典乐器的配乐之下 传统的舞音婉转右扬 天地为念 还记得歌曲 还记得歌手里周深演唱 相思时候的古风造型吗 当他为动画片天宝扶妖鹿 演唱主题曲 天地为念的时候 周深又再一次的化身古风装素 变成了俊朗少年 周深空灵婉转的声音 温柔了时光 惊艳了岁月 将驱魔少年回肠荡气的 降妖扶魔之旅 威威道来 我遇你 此身无憾 雨亲 女生的花枪 在周深的演唱里 已经游润有余了 在这一首《雨亲》里 也不例外 让最近听惯他古风旋律的人们 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虽然只是短短两句 但是却有着惊鸿一瞥的经验 有趣的是 当他唱完了游戏主题曲《雨亲》之后 才惊觉他属于恋爱戏 不但有新作品发布的 周深不禁让我们看到了 这个男孩子的快速成长与高产 在这首歌曲当中 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 感知其中蕴含的故事 感受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 在最新一期播出的 经典永流传节目当中 周深作为经典传唱人 演绎了一首《情是合物》 用歌声来传递经典 《贺红梅花开》的演绎 都让两位的鉴赏老师赞不绝口 周深《情是合物》 节目开始 主持人萨贝宁就说到了 在《青年男歌》当中 周深的嗓音是特别有辨识度的 而且他能够驾驭 很多风格的音乐作品 大鱼的空灵缥缈 等着我的深情温暖 其中周深也演绎过 许多中国风的音乐 例如由白头银衍生的 《愿得一人心》 徐志摩先生的《偶然》 等等中国风的音乐 是周深一直以来 都很喜欢的音乐风格 周深这次节目当中 带来的元昊问的 《摸鱼儿》燕秋辞 为世间情为合物 只叫生死相许 就是来自于这首词的 周深作为这一期的 经典传唱人 走心演绎 情是合物 一个七晚的爱情故事 在周深空灵干净的 深陷当中 更显得缠绵婉转 周深的演绎 让观众感觉到了 文学和音乐是相通的 音乐也可以将 文学当中的美好情感 精准诠释 康震老师评价 周深的声音 是天籁般的声音 让听众 从歌声当中 感觉到轻松愉悦 周深对情绪合物 歌曲的诠释 获得了两位老师的 肯定和赞扬 调昌永老师表示 周深就是音乐上的小精灵 他唱歌 最大的特点就是 特别质朴 特别自然 特别干净 周深演绎歌曲的时候 他的共情能力和画面塑造感 是很强大的 可以让听众一起沉浸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 周深再次演绎 红梅花开 周深在节目当中 再次解锁语言能力 深情演绎 乌克兰情歌 赫 让观众不得不承认 音乐的魅力 周深再次演绎 前苏联作品红梅花开 彰显其超高的音乐素养 和业务能力 周深还曾经在 歌手当打之年的舞台之上 演绎过红梅花开 这一首歌曲 与达尼亚进行结合 美声的演绎 展现了周深的 超强驾驭能力 和语言天赋 成功地得到了 那一场的第一名 廖昌永老师 还邀请周深参加了歌剧 费加罗的婚礼 饰演其中 情斗初开的小男孩 让许多粉丝 期待他们的合作 可以看出来 廖昌老师就像是 看着自己的孩子 表演的家长 看到周深唱歌的时候 一脸的骄傲温柔 让小编想尤周的感叹 梅西湖SGD 周深的声线 是华语乐坛的独一无二 他的音乐 自带很强的画面塑造能力 这也使得了周深 成为了新一代 影视剧OST的优选者 他对于自己声音的 把控能力 还是很到位的 宛若行走的CD 经典有流传 这类的节目 真的在无形当中 传承着经典的古诗词 让经典与流行相结合 让更多的青年人 更加愿意去了解 学习经典文化 感受文化的魅力 吃瓜不断 娱乐不停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